第十九条 这一条其实就是 不是定理题目 有个这样的图形 就给了每一段线段的长度 给我们了 想我们找 头尾这两点 A H中间的距离 就是如果我们将 A和H连起来之后 这条线会有多长呢 这样 所以我们 其实呢 是在这裏作一个直角三角形 只需要找到 打横和打一只角字是多长 Bivagoras 就找到斜边的长度 好 这里我们就会 把这些直线 由直线去看 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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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这一二三四四条直线 那会怎样呢 比如我们 由这个一 和这个四 就会知道 这样选过来 这里 就是三 再由这一段三 和这一段 这样选过来呢 这里是六 这里就是三 所以这里也是三 虽然好像不是很像 之后 将这一段 这样画过来这一边 这里就是三 所以这里就是十一 减了三 所以这里会是八 这里是八 即是 这个只有三个人的高 是八 至少找完一半 的资料 之后呢 就向横线 下手了 横线 这些是横线 招板煮碗 由最 入面 这个看起 这个是二 滑下来这里 所以这里是二 全长是五 这一角是二 所以这个就是三 再将这个三 射过来这一边 这个 这个就是三 全断是九 这一字是三 所以这里就是六 而这个六 正正就是我们 那个直角三角形的 底 所以这个直角三角形 原来就是 高是八 底是六 那用Pyfagoras呢 就会知道 这个 是十 所以答案呢 就是 D 我们还是要 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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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